如果我問你 哈嘎是甚麼 你會怎麼解釋 哈嘎是 哈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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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嘎是甚麼 哈嘎 嘿 哈嘎就是我們客家人啦 我記得我小時候會問 客家人是甚麼人 福建的叫福建人 海南島的叫海南人 那客家人咧 原來客家人因為動亂被迫南遷 那有一部分的客家人呢 到了廣東福建一帶 廣東人他們是主人嘛 就把我們這些外來人叫客家 哈嘎 客人的客 在福建也一樣 把我們稱為K 久而久之呢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稱為 哈嘎人 也就是客家人的意思 來到新加坡的時候 他們都從事一些比較特殊的行業 比如眼鏡店啊 當鋪啊 還有藥材鋪之類的 身為一名廚師呢 我最驕傲的 當然是經典的客家菜 雖然費食費工費力 而且很多時候都要做到 底褲都濕了 不過成品呢 是不可以取代的 那客家食物呢 通常都是鹹 香 肥 油 而且很好吃 傳統的客家美食呢 醃製類食品比較多 比如說有梅菜 鹹魚 蝦米 還有我們最經典的鹽焗雞 以前南遷的時候 食物靠醃製會耐久一點 在一個客家人的家裡 看到餐桌上 可以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客家人 比如說蒜盤子就是來自大埔的客家人 聽說這個蒜盤子 是來了南洋的客家人 又返鄉的時候研發的 因為在南洋的大埔客家人 從事當店和藥材店 就拿了每天用來點贓的蒜盤為靈感 客家人因為流離失所 有疾病啊 有苦難的時候 都會到深山裡面去採藥 所以對藥用的那些植物啊 草藥之類的東西呢 他們一般上都能夠掌握 此日老人家常常說 我們冬的就會醜 冬的就會飽 家族一直來都有開藥材電盒 做中醫師 到我們這一代是第七代了 婆婆客家旅茶 我們都民眾會啊 恩怨過出離明天的故事 為什麼那個蕾子會有一個手作糖 就是說我們用手做出來的那個蕾子 並不是打蕾的那個蕾子 早在200多年前呢 新加坡的那個點贓行業 清一色的都是由客家的大部人經營的 因為最初有一兩間眼鏡店開始經營的不錯 他收到很多徒弟都是客家人 他們就是照顧鄉親 就這樣把眼鏡行業發揚光大 我21歲的時候就開始對自己的籍貫有興趣 竟然媽媽和祖祖一起回去 眉線看一看 親眼看到了客家土樓 我也去了福建出名的土樓 叫四餐一堂 原來土樓不只是圓的 也有四方的 欣賞的就是說一個土樓裡面的一個大家族 大家一起生活這樣子的凝聚力 我們常常講已經沒有了以前的乾坡區別嘛 我就以我自己的建築知識文化知識 來製作這個模擬小鎮 人家卡卡人的天上就會有一種 軟軟的景色 面對困難的確定不會放棄 客家山每一道菜都是我們客家人的客服耐勞 傳承客家山可以說是我一身中的秘密 客家人多次南遷 在與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後 形成了獨特的新加坡客家文化 那種描述的 例如建密 佔 isn't :「這個人是只有白酒。」 我們我們現在要放棄 我們在不必 我們也就能放棄 我們在不太宏 我們在不太保守